加五票 加五票 谁帮我一下 就你吧 一起命爱 八年未破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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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你比亚的那个人还在这个阵上 记不清凶手的长相 你说 他是谁 你必须把那个人想起来 我真的没有感情 如影随形的噩梦 都八年了 难道他一直都跟着我们 古法栏目剧《沉睡的秘密》上集正在播出 《沉睡的秘密》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王小蕾 今天我们要给您带来一个新的故事 叫做《沉睡的秘密》 鱼鹰和大瑶两个女孩是好朋友的 她们在镇上读初中 这个鱼鹰在学校里边可以说就是校花级的 几个月以前一个叫丽雅的女孩跟着妈妈转学 从省城就到了这个小镇上 跟这个鱼鹰和大瑶就成了同学了 他们仨呢 关系特别好 特别合得来 这丽雅人家是从省城来的 所以她跟妈妈那个打扮啊 言谈举止啊 就跟周围的人不大一样 当然过去那个鱼鹰那是舆论的焦点 现在这丽雅一来那明显就把所有人的眼球就吸引过去了 这样那个鱼鹰她心里边就开始产生微妙的变化 这种心理的变化呢 有一点点的羡慕 还有一点点的嫉妒啊 纠结在一起 那时间长了它就会影响人的心理 进而影响到一个人的行为 这种心理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午后 变成深深的恐惧 她怎么还不来啊 大雅 银子 她来了来了 等我们去玩吧 走 妈 给你们同学吃点糖吧 好 大雅 银子 我不吃 你不吃啊 那大雅 给 你不吃我可就都吃了 谢谢阿姨 拜拜 慢点啊 三五六 三五七 三八三九四十一 开始呢 该我了该我了花园 好吧 我再给你们教室周遭 抢的地方高楼够楼 你们谁帮我一下 你去吧 还是他去吧 他比我高 我去吧 我爬到最厉害了 算了 就你吧 你们还是和我一起去吧 你去吧去吧 我们在这儿等你啊 就几分钟的事 就前面那个教室 我可以来 去吧 我可以啊 喝 我都可以 我来 你 去吧 丽雅 你躺那干嘛呀 赶紧起来啊 丽雅 丽雅 他有多高 我不记得了 那胖瘦呢 穿了工作服 不太胖 也不太瘦 是哪个场的工作服 你再好好想想 他身上有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 比如说痣呀疤呀什么的 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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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没事 打死我了 妈妈 没事 没事 回去要是再想到什么 跟我联系 跟我联系 走 好好 那我们下转 怎么办 那这样 咱们再到案发现场周围 去了解一下情况 好 走 你说 谁会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啊 幸亏咱家大友没事 看见叔叔了 没有 那凶手脸被遮住的 那孩子都吓傻了 哪里想得起来呀 别担心 别担心 放开 别担心 别担心 你 你 我 别担心 你 他们怎么会没看到了 他们三个明明在一起 他们是看了你要被调进去的 你还是在他们眼皮底下死的 他们怎么会都没看到呢 别激动 我们现在正在做进一步调查 你再问问他们俩 生个女孩 为什么死的就是我的女孩呢 英子 你说是谁干的 你还是听你们俩死的 你必须把那个人想起来 你说他是谁 他到底是谁 你说你 不能谢谢他就这么多 你杀我 你杀我 你还是他们两叫出去 这再也没回来 我就是想问问英子 那人到底长什么样子 英子 你说 他长什么样子 你看他 你看你记得起来 你走啊你 英子这几天 也该吓得魂都没有了 夜里老是哭醒 还大喊大叫的 你就别再逼着他们行了吗 三个孩子一起出去 两个孩子都回家了 可利亚 回不来了 利亚妈 除了这样的事 我们也不想 能帮他上忙 我们一定帮 可你别为了英子 他还只是个孩子 你也要是你们叫出去的 是你们害死了他 你要做鬼毒 我不会罢过你们的 哦 带药 我知道你 喜欢这个 送给你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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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喊 你真的没有看清楚 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我真的没有看清楚 真的 我发誓 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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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人都疯了 天天在家里面砸东西 水都被玻璃划破了 流了很多血 又不让人送医院 说想死啊 真可怜 那另外两个女孩 啥钱手都没问出来 我不相信 肯定是怕说出来被凶手报复 哎 哎 这个男的是谁啊 他前夫 王然三 这前夫啊 还算有良心的 所以说 你老婚 女儿也没有了 我还是来接她回去 哎 真够惨的 才离婚 女儿就出事了 哟 那不是大姚嘛 大姚 你们都是好姐妹 你好好想想啊 我要是她 利亚 我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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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被悲伤和愤怒 折磨得不成人形 大姚很羞愧 自己没看清那个凶手 陈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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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在外头挺冷的 来 进屋 暖和暖和 进屋吧 哎呀 来 喝点热水 暖和暖和 今天没上学啊 大姚怎么看着不高兴啊 是被老师批评了 还是跟同学吵架了 我这儿有个好东西 我剪的 你看吧 肯定喜欢 拿着啊 你在哪儿剪到的 哦 就在路边呢 大姚 妈 谢谢你啊大姚 没事没事 走 咱们回家 大姚 你 在干什么呢 没 没什么 我说你一天说不好而泪 前天买这些花上没用的东西 我看你以后怎么办 你啊 你明天跟我上学去 你不能老呆在家里 你上学放学的时候 往人多的地方走就行了 妈 妈 我不 我不 要上学 她 她 她不会再来了 她 她会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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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总觉得有人一时在跟着我 没有啊 不要 我爸转学了 你也转学吧 你一看这里 她就找不到我们了 去哪儿 我爸妈和我舅舅 在市里给我联系了一所学校 那天那个人 原本先叫的是我 结果是我让丽雅去帮她忙 对我丽雅就死了 你说 要是我去了 她死的人就是我了 你说 我们如果陪丽雅进去 她是不是就不会死啊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大雅 我一时觉得 有人一时在跟着我们 想把我们也杀了 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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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好了我尖的 怎么自己就跑 你们这些半大孩子 让大人操心 走 回家 大雅 你也早点回去 记着走大路 不要走小路 羽英就这样离开了小镇 大雅突然意识到 她们三个女孩 现在就只剩下她一个人 孤零零的留在这个镇子上 而暗中一直有双眼睛盯着她 就让她不寒而栗 大雅 大雅 接下电话 大雅 喂 喂 那天 大雅是要找你的 啊 怎么了 谁啊 谁啊 被人打电话了 谁啊 别跑了 到底是谁啊 什么 是 生死病害的那个人 她说什么了 妈 妈 我不要去上学了 我不要去上学了 那个人 她一天躲在学校里 她跑一个上了 妈 你一直都走了 我不要去上学了 好好好 咱们不上学了 别哭了 别哭了 大雅 大雅在接到凶手电话之后 应该立刻去报警 她不能去选择逃避 那这种逃避的行为 在客观上 就会让犯罪嫌疑人 逍遥法外 就不能够接受法律的制裁 当然 大雅自己在这个事情当中 也非常害怕 一想起那个下午的一切 就感觉像噩梦一样 警察和周围的人 对她也会 要提问啊怎么回事 越问她 就越脑子里越空白 越问就越什么都想不起来 特别恐惧的时候 对于那个发生的事情 没有记忆 前后都记得 而她的这个记不起来 记不清 就越来越成为了一种噩梦 渔影转学到城里去读书 大雅没有办法继续读书 辍学 然后又到城里去打工 也离开这个小镇 离开这个小镇 好像就是跟过去的一切说再见 就好像跟噩梦彻底能够断开了 觉得自己到了一个新的环境 不会再被恐惧纠缠 但是 大雅和渔影 万万没有想到 八年的时间虽然过去 但噩梦 还跟随着他们 好 好了 你先休息一下 我把船跟你摇起来 不用了 我自己来 那我没事我就先走了 你的公号是多少 请问 你是有什么地方不满意的吗 我下次再好船里 我的公号是十一号 你叫什么名字 吴大瑶 杨峰是在这 你先看会儿电视休息一下 有什么事尽管下午 去 杨峰 周末有空吗 怎么了 我给你做个门 我说有个男孩 条件特别好 罗氏 人又长得帅 外企工作 很多人向他提亲的 他说想找一个文静的 漂亮的有文化的 我一听 他不就是你吗 杨峰 我还是 怎么了 不相信我的眼光 哎呦 不是啊 那好 杨峰我就给你做足了 那么大人了还害羞 咱俩去见见 不满意咱就撤了 不过小块肉 不说去玩玩 都是点朋友 就站定了 定了啊 我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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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介绍一下啊 这小责 这鱼衣 这看情况 你们都了解了吧 接下来就看你自己的了 介绍你不认识了 我就闲事了 你更管白了 来 小小退行了 来 进里边 行 来 你干嘛 你干嘛 你不想面 你不关掉 接着 十五二十 二十 十五二十 十五二十 十五 没事吧 这谁点的歌 帮我个忙 帮我个忙 帮你画筒递给我一下 帮我个忙 找个地方高了 我够不到 你们谁帮我一下 帮我个忙 帮我个忙 递一下画筒 别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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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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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去哪儿啊 美女 去哪儿 新红花园 余小姐 我们这里有你的一封信 怎么会在你这儿啊 刚刚一个男的送过来的 说来不及等你回来 他就直接放我们这里了 谢谢啊 不用 你还记得在你一起的心情吗 我是被心情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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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好 燕姬 你忘了我是死的吗 夏总 这一封你的信 昨天就放在这里 我还给你 好 这封信是谁给你的 好像是个男的 长什么样 当时人多没注意 怎么了 没 你去吧 你好先生几位 一位 您稍等 那个十一号在忙 十一号 您稍等一下 大洋 大洋 快点钟 是你啊 你好 快带带带帆帮帮帮帮帮 好 这边去 你很胖子啊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我去加鸟水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算了算了算了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我去换水 马上就好了 算了 我今天不洗了 我今天不洗了 帮我上鞋帐的 先生 你还没洗 不用给钱的 那我还会来找你的 那行 今天 真的很对不起啊 下次你来 我请你洗 这是你以前的照片吗 这是你以前的照片吗 这个是谁啊 我朋友 他是不是已经死了 被人杀死的 被人杀死的 我会看像的 他没见 有他黑气 你自己要注意点 好 我先走了 妈 你帮我想想办法 问问英子的电话号码吧 我有急事要找他 你打电话问一下他妈妈吧 行 你是 英子 我是大瑶 我来见你 大瑶 你在哪儿 怎么了 关于丽雅的事 英子 昨天我收了一封信 心里面 是我们三个人的照片 还有一句话 你也收到了 你也收到了 难道 那个人 他一直都跟着我们 我知道 我不知道 你怎么了 大瑶 大瑶 这么多年 我一直觉得 有一个男人 一直跟着我 不管我到哪里 不管我身边有什么人 他就能准确地找到我 英子 你肯定是被吓坏了 都八年了 他不可能再找到我们的 可是 没事 坐一会儿 肯定是有人恶作剧 或者是 想利用这事 敲诈我们 敲诈 敲诈我们什么 因为我们当时都没有去救力 要是那个人 先教的是我 如果我们跟他一起进去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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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余英和大瑶先后离开小镇之后 再也没有联系过 两个人因为一封信 又重新联系上 这封信和照片 把他们拉到八年前 那个恐怖的下午 那天以后 两个人都置置不安的 等待着接下来 会发生的事情 你先拿的给你吧 谢谢 没事 师傅 师傅 我没有零钱 他能找我不 我不出现金 你再找找 我已经帮你付了 是你啊 这么巧 真巧 谢谢啊 余英偶然认识了田丰 那次事件之后余英很抗拒和陌生男人说话 但他发现自己和田丰在一起 没有以往的紧张 眼前的男人 反而还能给自己一种安全感 然而他没有意识到 田丰的出现并不是偶然 你手怎么这么亮 你手怎么这么亮 把围巾戴上 不用了 没事 是不是热乱点 嗯 你对我真好 过年 回家吧 我十六岁出来以后 我十六岁出来以后 就再也没回去过 为什么呀 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 我好朋友 我好朋友 被人杀死了 他怎么死的 我 我们不说这个了 这里太冷了 我们去喝点东西吧 你怎么啦 你怎么了 被你刚才说的那个故事 吓得了 你怎么 你怎么 你知道吗 这么多年来 昨晚是我唯一一个 没有做噩梦的晚上 你要做什么噩梦 这一个人 一时跟着我 什么头都动不掉 他想把我杀了 那个人是谁 不知道 我要早做噩梦 总敢不再跑 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可是跑着跑着 又找不到地方 又找不到我们 你别怕 不管你去哪儿 我都会跑去 英子 听说你交男朋友了 怎么认识的呀 他做什么的 在一家策划公司上班 家里有什么人哪 我没问过 英子 不是我说的 人家的来历都没问清楚 最后他好了 真搞不懂 你是怎么想的 我想听听啊 你说咱俩都在一起了 你家里边有几口人 我都不知道 我家 救了和我爸 那你妈呢 死了 对不起 我不该问的 对不起 他是怎么死的 你朋友是怎么死的 八年前 我和大阳 易雅 我们三个一块 约在学校跳橡皮肌 突然来了一个男人 像是个修理工 他让我们其中的一位 去帮忙 利雅 睡了 后来 你们怎么不跟他一块进去 好了 回家吧 我嫉妒他 我嫉妒他 我嫉妒他像个公主 我们全班 全校 全镇的人 都说他像个小公主一样 他有最新的玩具 最好看的发型 还有好多好多 好吃的零食 我就是不想陪他进去 可是 他死了 我好疯了 他真的是我害死了 根据刑事诉讼法 第52条的规定 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 和公安机关 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 来收集调取证据 那么有关单位和个人 当然应该如实的提供证据 这是法律规定的 那按照这个法律的规定 结合我们这个故事 那也就是说 八年前 利雅被害的这个案件 作为目击者 大摇跟于英 应该积极配合 警方进行调查 但是那时候咱们说了 他们都初中生 小孩 犯罪嫌疑人又戴个大口罩 没看清楚 这很正常 可是呢 因为没有替好朋友 抓到凶手 他们内心觉得很自责 八年过去了 究竟是什么人 给大摇和于英 写恐吓信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 但是这种行为 首先来讲 违法了治安管理处罚法 42条的规定 这个规定里边说 写恐吓信 或者以其他的方法 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 多次发送恐吓 或者其他的信息 那这信息当然 写个纸条啊 写个信啊 包括你说你手机上 发个短信 什么微信 凡是这样的信息 干扰到别人正常生活的 那对不起 五到十日的拘留 你别以为自己痛快痛快 所以就完了 那是要负这个法律责任的 而且还要处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所以英子和大摇 应该怎么办呢 报警 但是他们没有 他们选择了默默的承受 当然不论对方是谁 看到他们的沉默 一定会变本加厉 而让他们自己呢 也陷在这个深深的痛苦当中 渔鹰 对田峰产生了感情 他就对田峰 讲出了这八年来 藏在自己心里的心事 田峰看着这个 渔鹰的这个眼神啊 很奇怪 那电视机前的您 也会觉得很奇怪 这个田峰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他要接近渔鹰和大摇 还有八年前的那桩凶杀案 他为什么要一直在追问 那从所有这一切 我们能够感觉到 这个人一定是有目的的 但是到底目的是什么 你 我 渔鹰 大摇 咱现在都不知情 不过让人觉得很危险的就是 渔鹰爱上了田峰 那么 给他们发恐吓信的神秘人 还有八年前的一个神秘的凶手 他们到底是谁 警方会如何找到他们 明天同一时间 请您继续关注 你是谁 你们刚才这个事 也是都会遇到 我知道 谁是杀神秘亚的凶手了 你说 死了的人 会复活吗 你住手包 是你杀人帝啊 你以为你还有机会能说出去吗 看谱法故事 凭百味人生 我是王霄磊 明天见 祝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